我大姐叫张莱蒂 二姐叫张昭蒂 我叫张梦南 大姐辍学去义乌 二姐辍学搞直播 我上了清华 唯一的二B弟弟 买了个大专文凭 谈了个太妹女友 忽然说要买房 我爸 咱们家哪有钱在北京买房啊 我妈 她三个姐姐没供弟弟读书 那就该供弟弟结婚 于是我爸妈带着我弟 从西北沙到了北京 我叫张梦南 西北农村是我的老家 我上头还有两个姐姐 他们一个叫张莱蒂 一个叫张昭蒂 顾名思义 我爸妈很想要个儿子 不是渴望 一定必须有个儿子 在我七岁之前 他们对我还是不错的 我从小擅长察言观色 嘴甜 哄得家里老太太 给我买糖糕吃 七岁的一天晚上 我偷跑出去玩 远远地看见我爸和我叔 在爸上磕瓜子 我悄悄地走过去 想家他们 实在不行 就把老三给你们 怎么也不能让你绝了哄 绝后 这个词我耳熟 村头的寡妇聊天的时候 经常说 谁是家都是闺女 媳妇 而肚子不争气 要绝后咯 奇怪 生了女儿 这家人就绝后了吗 我跑回去告诉大姐 爹说我们要有弟弟了 大姐脸色一僵 他从书包里拿出高中试卷 上面全是对狗狗 你又考了满分吗 我惊叹道 那时的我还没看懂 姐姐眼神的含义 乖 去写字 女孩子只有读书才有出路 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直到我考上清华 母校让我留个赠言 我不假思索地写了这句 女孩子 只有读书才有出路 我妈用电话轰炸我的时候 我正在开会 我的数值晋升会 手机屏幕忽明忽暗 我站在幕布前侃侃而谈 轻轻地将手机扣下 我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破绽 数值很成功 我的直属领导 和分区总裁都很满意 Mary 你真的是我见过 最优秀的女性之一 直击从BAN5升到BAN6 薪水从23000涨到28000 在北京 这个繁华大都市不算多 但足以让我搬出合作房 我已经看好了一个5000元的仪式一厅 朝南有个小露台 我很雀跃 同事们祝贺着我 我开心地 说今晚请大家吃饭 手机开机 久久加的消息 和十几个未接来电 但我顿住 Mary姐 你中午吃什么 实习生是个活泼的大男孩 他就站在我宫位旁 哦 你们去吃吧 我不太饿 知道了 美女都是要减肥的 她说我露出八颗牙齿 欢快地跳走了 我一个人来到空旷的会议室 正要回播 就又看见了来电 我弟 喂 张梦南你可以啊 老妈给你打那么多电话都不接 你是死在外面了 我深呼吸一口气 尽量放平语气 钱不是给你们了 还要怎样 我妈从半年前就开始跟我闹 说我爸年纪大了 种不得甜了 要我们每月给3000 快钱 奶奶说的没错 你就是个白眼狼 有事说是 没事给我挂了 别挂 他语气着急起来 你们公司在哪啊 我跟爸妈好像迷路了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拼命地压着语气 你们在哪 废话 我们在北京啊 他语气里藏着不耐烦 和幸灾乐祸 他们纷纷表示理解 毕竟父母来了 肯定要优先父母 Mary姐 好羡慕你啊 有这么会准备惊喜的父母 他们肯定很心疼你吧 我笑得僵硬 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凭借想象和经验 说出一句 真心的被父母疼爱的 孩子会说的话 哎呀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没错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我给他们打电话 让他们在人地等我 坐上车 我爸一言不发地黑着脸 我妈叙叙叨叨 兴奋地说 刚才看见一个大商场 很贵吧 我第一脚踹开了 我放在副驾驶的包 哎 张孟楠 你在北京开这么好的车 和你的弟弟 连个电动车都没有 这话一出 车里瞬间冷了场 过了半晌 我妈试探性地问 孟楠 你现在住的地方 几个房间啊 我心里冷笑 面上却十分愧疚的 看着后世敬礼的父母 我和别人合租的 只有一个房间 北京房子太贵了 没办法 卧槽 那我住哪 张卓越 我的弟弟嚎叫起来 吵得我耳朵嗡嗡响 我送你们去酒店 环境好 睡得也香 我看了眼后座 只换了我爸的一句冷哼 到了酒店 我帮他们办理了入住 问他们打算玩几天 玩 张孟楠 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宝宝 你怎么跟你姐说话的 去看电视吧 我弟切了一声 去了套房的客厅 孟楠 爸妈这次来 一来是看到我们女儿 在北京闯荡的怎么样了 我妈拉着我的手 摸到她手掌心的老姐 我心里一酸 二来呢 我们想看看 北京的房子怎么样 总得让你踏踏实实的 留个落脚处 你这么大了 过了年就二十八了吧 这要是在咱们村 孩子可都两个了 刚才的心酸 一下就烟消云散了 妈 我今年二十五岁 我妈的脸上有点尴尬 她抽回了手 哎 你看 你一个姑娘家 赚的吧 也还行 可没这没落的 也没对象 说出去让人笑话呀 我抽出手 抬头看着她 妈 您和我爸这次来 到底要干嘛呢 要干嘛 你还有脸问 坐在一旁抽烟的我爸 爸 你这话说的 我们永远记得自己 是从哪个村子出来的 见我不接茶 我爸怒了 你大姐 我呸 打电话都不接了 觉得结婚了 就可以不管父母了 谁给她的胆子 还有你二姐 好好的姑娘家 非要搞什么直播 成天对着男人搔手梦子 下贱 我眉头促起 心里的火气越堆越高 天底下有哪个父亲 会说自己的女儿下贱 会辱骂自己的女儿 爸 你说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二姐是美妆博主 动户都是女生 她凭本事赚钱 总比什么都不做肯老好吧 张梦南 你他妈说什么 我无视暴怒的弟弟 我爸脸更黑了 一双苍老的眼睛死盯着我 我毫不畏惧的瞪回去 你好得很 翅膀硬了 他说的很慢 都是从前 我都要怕死了 我过得好 是靠我自己的本事 是我做土的卷子 跑飞的腿换来的 好了好了 怎么吵起来了 梦南 有你这么跟爸爸说话的吗 我妈眼见着 我爸要动手 赶紧出来打人场 我们只是来看看你 你这孩子 怎么还跟父母有仇一样 如果只是来看看我 那你们看了 我这段时间很忙 你们自己转转就回去吧 说完我就想走 就被我妈一把拉住 梦南 我们这次来 不打算回去了 不回去了 我没听错吧 妈 你们不回去住哪 我震惊到 本来想着住你租的屋子 但你 哎 住酒店也行 我气笑了 她是没看见我在前台 付款的时候 这里一晚多少钱吗 爸妈 你们有钱住在这里吗 张梦南 你什么意思 爸妈来看你 还要他们掏钱 爸妈可以我付钱 你不行 我转头看向 一直挑拨的弟弟 他又肥了 整个人就像个超大号的豚鼠 但是面目可憎 我跟爸妈一起 当然也是你掏钱了 爸妈 如果是说北京买房 抱歉 我买不起 这件事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不买也可以 我爸坐在床上 鞋都没脱 蹭黑了床罩 拿钱出来 一百万 我们就回去 果然 我的爸爸妈妈找我 永远只有一件事 要钱 你笑什么 张卓越盯着我 直高气扬 仿佛身手要饭的人不是他 我笑你们没文化 没见识 居然会觉得 自己的女儿拿得出一百万 我才工作四年 你让我去哪里 给你拿一百万 抢银行吗 那是你的问题 我爸声音地下了 结论 我露出一个工作室的微笑 酒店我续了一周 你们自己考虑吧 钱如果是没有的 你就算把我卖了 也换不来一百万 回家的路上 一路红灯 像极了我的人生困难模式 七岁那年 我满心欢喜 自己要有一个弟弟了 哪怕是从别的 叔叔伯父那里得来的 因为有了弟弟 妈妈就不用再被老太太 骂没用了 有了弟弟 爸爸也会开心点 不会在喝酒 打牌的时候 被别人嘲笑 我还记得 但是我六岁的时候 我爸去打牌 赢了好几把 有人就开始说怪话 要不说人的运气 都有定数呢 哎 肯定是我家三个儿子 给我把运气用完了 一桌子人 只有我家没儿子 我爸脸憋红了 拿牌也变得小心翼翼 我爸连输了几把 几个叔叔都没开眼笑 他们又是好朋友了 那天 我妈很生气 怪我爸输钱 这可是妞妞 一个学期的生活费 哎呀 付到人家 别管老爷们儿的事 我爸不耐烦 看见那一边玩的我 眉头凝成穿字 哼 女孩子家家的 伤那么多学有什么用 没个儿子用 人家就看你不起 我妈终于又怀孕了 说是喜讯 却没有人真的开心 老太太嘴里念叨着 别又是个丫头 别又是个丫头 我爸发愁着 又是个丫头怎么办 还不如不怀 脸的让人笑话 我大姐也并不开心 她在多促我和二姐 做作业 你们记住 这家是弟弟的 不管是哪来的弟弟 都是弟弟的 我有点不服气 举起手里的唐膏 大姐 这是我家 大姐一正 无奈的笑了笑 我摸我的头 乖 你要争气 要好好的读书 我问大姐 要读多好 才算好呢 大姐指着自己的课本和试卷 要满分 要比所有人都好 你不要和任何人比 要和自己比 要和一百分比 我跟二姐点了点头 一笔一画认真的写字 大姐轻轻的叹了口气 正月初外那天 家里来了人 我偷听到 是给大姐说亲的 我很震惊 大姐还是个高中生 怎么就要嫁人了 因为我年纪最小 大人不怎么防着我 我便被二姐派去 打探敌情 说梅的婆子嘴巴下有颗痣 嘴巴一动一动 痣也一动一动 我听了一会儿 就小声地哭着跑回屋里 二姐急着问我怎么样 他们说了什么 我看了眼一脸死色的大姐 挖得哭了出来 他们 他们说要把大姐 许给村多二瘸子他们家 说 说有十八万的彩礼 留着给弟弟读书用 大姐的身子晃了晃 二姐一把捂住我的嘴 急出了眼泪 你还犹豫什么 第二天晚上 村子里丢了两个人 一个是村长家的小儿子 那是个大学生 从农业大学毕业后回了村 现在又走了 一个是我家大姐 没人知道 她什么时候翻出了院墙 连夜去了镇子里 我霸气的破口大骂 我妈默默的捶泪 为了肚子里的弟弟 又不敢哭闹 老太太抓起个藤条 就往我二姐身上抽 赔钱玩意儿 白眼狼 没娘的东西 吃我家的饭 拆我家的台 后来我才知道 是二姐劝说了大姐 找到了村长家的小儿子 就他带我姐走 大姐到了南方 给二姐写了一封信 我爸一把夺过去 怒怒而逝 可他不识字 信最后到了我手里 我念给他们听 但最后一小段 我没有念 那是我大姐 写给我和二姐的话 大姐说 你们要好好地读书 大姐现在拼命地赚钱 以后也是要重新回校园的 大姐还说 如果家里不给钱 就去镇上取一张银行卡 他会往里面存钱 记住 这个卡和钱 谁都不能说 谁都不能说 弟弟五岁的时候 就是村子里的小霸王 打架 爬树 偷钱 他每样都得心应手 除了学习 老太太惯着他 我妈晚年得子也惯着 我爸拼命地赚钱 累到直不起腰也乐呵呵的 他说 为了他儿子 他什么都愿意做 二姐上高中 成绩不理想 他告诉我 他觉得读书 不是唯一的出路 你忘了大姐说的话吗 他撇开了头 他提出不考大学的时候 爸妈都高兴坏了 弟弟冷笑着 学着老太太的语气 说了句 丫头骗子 本来也不该上大学 上了心思就野了 看着我的一家人 我的心里一片悲凉 我开始更勤奋地读书 没日没夜 做卷子做到兔 我考上了镇上的重点中学 爸爸不想让我去 和校长来了两趟 说给我免学费 还有奖学金拿 他心动了 就给老太太一句 不如留着嫁人 说得犹豫 我缠着我妈 每天放了学就做农活 弟弟打我 骂我 我都笑着忍耐 我在用行动告诉他 我很爱他 我很爱这个家 这是我的家呀 妈妈 等我拿了奖学金 都给你吧 我每天学习 也没有用钱的地方 爸爸 我高中毕业就回来 我喜欢咱们村 我想早点成家 那段时间 我弟总是找我不碰款 还火同村里的小混混 问我要钱 我没钱 钱不都给你了吗 放屁 你肯定藏了钱 我看见你买书了 你不给我钱 我就告诉爸妈去 我恨恨地攥着拳头 但是我大姐留给我的读书钱 绝对不能被爸妈知道 我问同学借的 我帮他做作业 那你以后也帮我做作业 为了不被爸妈知道我有钱 我只能答应 而我弟好像发现了生财之道 他在他们搬运我赚钱 一份作业五块 我除了读书 还要做小学作业 从天黑做到天亮 因为长期睡眠不足 我瘦瘦小小的 校长说看我就像一只小老鼠 但付出是有回报的 我瞒着家里人 我的同学们也帮我 老师也帮我 我顺利的参加了高考 清华给了我 离开这个小山村 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我打电话给大姐 她喜极而泣 彼时 她已经凭借着不要命的辛苦 在义屋做成了一家 又一家的淘宝店 她告诉我 她买了房子 找了男友 准备结婚了 我有些担心 她的户口可还在爸妈手里 她在电话里笑了 她说 孟楠 你放心 姐姐一定不会让你们 被他们欺负 大姐回来了 在我即将奔赴清华的暑假 崭新的小轿车 开进村子的时候 全村的小孩都出来围观 大姐穿着时髦的连衣裙 围了个新潮的丝巾 戴了顶大遮阳帽 看到我身上一块轻易筷子 她气得眼眶发红 孟楠 姐姐回来晚了 大姐大手一挥 给村里捐了钱重修祠堂 我爸瞬间成了 脸上有光的人 夜深人静 我听见大姐在跟我妈谈心 我看北京的房价 迟早要涨起来 孟楠考上了清华 以后肯定能有户口 娘你想想 我们要是在北京买个房 又有户口 这一家子不都飞黄同达了吗 我妈一个最远 只去过镇上的女人 根本听不明白 但我爸明白了 可这个户口是孟楠的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爸你想啊 孟楠早晚要嫁人 要是嫁个北京人 户口就没用了 就可以给弟弟啊 见他们还在犹豫 大姐又加了一把猛料 我对象是个耳根软的人 我相信娘家 她说不出什么 我说修祠堂 她就得把钱拿出来给我 可孟楠呢 咱们得哄着她 等她毕业拿了户口 就把户口给弟弟 最终 爸妈被大姐化的饼说服 拿出了一个小本本 上面有我和二姐 大姐的户口 大姐拿走了自己的户口 又慎重地把我的户口交给我 迁去学校 别再回来 一晚上什么都没吃 只是觉得疲惫 我打开了花洒 水流倾泻而下 无声地发泄着今天的荒谬 我的父母和弟弟 这是打算赖在北京不走了 他们知道我没钱 但故意提了我大姐 他们是一定要我交出户口 逼我大姐拿出钱 我们不能跟他们撕破脸 因为他们当时留了心眼 手里还攥着我二姐的户口 我曾经去派出所问过 能不能直接牵一户口 可得到的答案却不如意 派出所说 成年人可以拥有独立户口 但是必须拿着原户口 去当地派出所办理盖章 我根本不知道 爸妈把户口本放在了哪里 我找过 大姐也回去找过 我们翻遍了整个屋子 都没有找到 大姐曾经提出 给爸妈在县城买个房 把户口本骗出来 可县城的房 根本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 尤其是在各种亲戚 和村民的鼓动下 他们的胃口更大了 女儿都能过得上的好日子 凭什么他们不能过 我也曾在无数个夜晚 嘶吼痛哭 不断地自问 为什么我的父母 是这样的呢 我也曾验线放学的孩子 左右有陪伴的父母 手里有粉色的棉花糖 只属于他的小熊 我用十年的时间终于接受了 父母并没有那么爱我这个事实 我拨通了大姐的电话 小妹难为你了 她正在备孕 我听见她咕咚咕咚 喝水的声音 你怎么才吃饭 她的声音似乎也很憔悴 我心里紧 有点饿了 吃个夜宵 大姐错开了这话题 转而寻了我父母的打算 他们是打定主意 要我给张周远买个北京的房子了 大姐冷笑一声 买房不可能 就算买 那也是我出钱给你买 姐 我不要你的钱 我自己能赚钱 而且我还年轻 再过几年 我就去找你 找二姐 我们三个人在杭州 好好的生活 姐妹接恩 说了几句TG话 大姐一向机灵 有主意 李伯是我们村唯一一个中专生 当年我能顺利的离开村子上大学 她帮了很大的忙 爸妈想要清华给我的奖学金 可没了奖学金 我就没钱交学费 我已经成年了 我不想用大姐的钱 我哭着求到了李伯家里 她请了村里受人尊重的老人 围住了我爸妈 老张家的 你们怎么这么拎不清 孩子上学的钱也要拿 这是孩子自己争取来的 你儿子要钱 自己好好学习 人家学校也能给 我懂了大姐的意思 可是却隐隐的有着担心 先联系李伯吧 看看有什么办法 可以跟派出所求求情 谁知这边我刚联系李伯 那边就出了幺蛾子